现在就下载酒吧新闻台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来欢迎收看全球派对我是谭嘉龙 我是杨永明 那我问你因为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说 比如说解放军面对到美国的军机不断的逼近到了大陆的东南沿海 可是解放军都不拦截 已经到了41海里50几海里都不拦截 可是就在呢昨天当阿扎尔呢跟President Tsai见面的时候 尖10跟尖11过过来了 直接的穿过了海峡中线那个抗议的姿态是很明显 我之前讲过 我的感觉是全天下都看得懂的事情 其实当然自己也不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北京应该很清楚特别是在11月3号之前 但是 我不挑衅并不代表我退缩 是的 对不对 特别碰到台湾 那我就不客气 我们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一定要了解就是说 你不挑衅但是呢基本上你也不能退缩 那这个是美中北京在处理美中问题很多层面都是如此 你制裁我11个人我也制裁你11个人回去 OK 你提高我关税我也提高你关税 他都没有over 就是北京现在就让你关我一个一个总领事馆我也关一个总领事馆 你关我一个比较边缘的我也关一个比较边缘的 我一直都维持的就是说 不过度反应 但是我一定对等反应 对 那在整个所有事件 从这个贸易到科技到这个南海问题上 其实出来发言成绩最高的 经常去来发现这样最高的就是这个崔天凯 中国驻美国大使 王毅外交部长还偶尔只是一个就是政策性的 这种发言 所以也就说没有做任何这个过于挑衅 但是呢会合乎比例的 那当然这个合乎尺度的 某种程度要做一些表现 我觉得从这个程度去理解 不需要去扩大 或者是去渲染 有一些这个作为好你现在 很多的媒体事实上跟就跟这个福斯这个媒体一样 跟随的就是说这个这个川普 的这个思维也希望去渲染去扩大 那我们看到没有个美国有个学者哈 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看到了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这个学者叫Alan Richmond 这个这个Lichman 他过去从雷根时期一直预测每次年预测哪个东方会当选 每次都是每次都准 每次都准 那哎 前两天呢 他在纽约时报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拿13个指标 他说过去他有一套模式 13个指标 这13个指标只要 某一个人了 现任者或挑战者 取得6个以上 OK 你基本上 就可能会 这个胜 因为 这个6个以上你当然最多7个8个更多了对不对 6个以上 就可能会取胜 但是呢 这次呢 他也去预测 他预测 拜登会 拜登会当选 那我们看一下这13个这个指标 他第一个说 现任总统的政党在启动选举赢得众议院的选举 共和党输了 共和党输了 那这个 拜登一票 现任总统在初选时没有遭受到挑战 是的共和党里面没有人挑战他 川普一票 现任总统川普要竞选连任 是的 他竞选连任 这个能当指标 这两票 很好拿 这个他是现任者 没有出现第三党的挑战 美国历史上哪有出现 这个也很好拿 所以显然他的指标里面 不过他的指标是 已经从80年代到现在每次都准 对了 但是表示说现任总统竞选其实是有优势的 嗯 可是我坦白讲就说你从80年代 因为从雷根开始到现在 对 呃 只有一届的选举我觉得比较难判断 就是小步兴跟高尔的 高尔的 只有那类似你说大家的看不准 是其他的我 我觉得都不难预测 2016年那个是有点难预测 就是 只有2000年跟2016年的那两次选举 对 那呃你看他已经三票了 这个川普这边 美国短期的经济强劲 不是 受疫情影响事实上美国整个这个第二季掉了将近有8% 是的 那美国现任总统任期出现的长期经济的成长 这个比前任两业 两任一样好 我更好 那当然不是了 受疫情影响 喂 拜登这边已经三了 现任总统任内国内的政策上有重大的这个改变 当然了 川普几乎否决了所有的欧巴马的政策 现在变成多少了 这个已经是5比3了 现任4比3 现任 这个川普任内没有社会动荡 现在还不天天都在动荡天天都枪击对不对昨天的白宫的附近的还还听见了枪声所以呢 特朗普的记者会呢 被迫中断特勤局的赶快把他护送离开你就知道尤其你像的像左昨天连西卡古 许卡古这种的城市周末几乎都一定发生暴动 我都合理怀疑我整个今天早上 这个去search了一下这个枪到底是谁开的 我在想这个枪啊 一定背后有一点想法 但是我不能多讲 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证据 美国的这个媒体也都没有在多讲任何的东西 因为到目前为止 大家不确定到底是谁开的枪也没有人自己出来 去承认 4比4了 你说怀疑里面可能是有些反窜的 对不对 当然不排除了 反窜 就是故意要去制造那种 对川普有利的那种的政治气氛 尤其是拥有枪支者 都是枪支者 都是比较支持 当然都是挺川普川普不是讲了吗 如果拜登当选的时候 他就会抢走你的枪 你知道枪川普以及在这整个疫情过程当中 美国的这个卖枪的地方已经远超过7-11 是的 大爆发 枪枝在过去一年里面大爆发 亚裔的 在特别在加州啊 很多亚裔的人华裔的 也去排队去买枪去了 你没有个枪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 这个生命安全受了威胁 第九项 现在4比4了 论内没有丑闻 那不可能 这个通俄门的丑闻多少 多了多了多了 对不对 性丑闻 政治丑闻多了 OK 给这个拜登领先一个 认第10个 认内在军事跟海外没有重大的失败 嗯 可以这么说吧 重大失败 我觉得是没有了 他当然退出这个 TPP退出巴黎这个气候协议退出这个 伊朗核子协议 然后呢 这个暗杀了就是伊朗的那个 圣城旅 旅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一度 这个伊朗是要强硬的反应 但是伊朗出这个突成一下 把就是乌克兰克机给打下来 对不对 我自己造成国内的很严重的这个 国内的这个事件 所以他任内没有海 军事跟海外的重大失败 没有错 OK 5比5了 任内在海外有重大的成功 这里问题来了 这个教授给的答案是不是 川普他认为川普 过去这4年 他的任内在海外没有重大的成功 因为没有重大失败没有成功 我们先认定 他认为是没有 所以这票属于这个拜登的 现任总统有领袖魅力 这个应该 这个不难不难这个了解 应该是没有什么领袖魅力 其实我 挑战者没有领袖魅力 也没有什么领袖魅力 OK 所以呢 其实 他认为 川普 不会当选 因为川普 只得了5个 这个正面 但问题来了 我们刚回到刚刚讲的 川普任内海外没有 这个有没有重大的成功 我觉得现在川普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没错 也就是要把制裁中国 要反中制裁中国 打打压中国 作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 这第一任的 重大海外的对外政策 的成功 怎么没有成功 他在做贸易战 在做科技战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要求这个中国大陆要两年之内增加购买2000亿美国的商品 包含农产品 这个在很多他的支持者里面 马上8月15号下个礼拜 就是这个刘鹤跟莱特海泽就要视讯会议了 就要确认 第一阶段贸易 这个协议的执行的这个情况 OK 那我觉得北京一定会 这个因为 疫情的关系 他在购买上的进度比例上是有一点落后 但是呢过去这个月是在增加对一些大豆育民的这个购买 所以呢因为美国的出口也减少 那因此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刘鹤这边呢一定是会去比较强调说这个 这个 协议他们是有认真的在面对跟执行 川普要拿这个东西 一方面 是贸易协议 贸易战 另外一方面呢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科技 你看从华为现在到TikTok到这个 就是说这个腾讯 是的 然后呢 wechat 同香港问题 到台湾问题 到南海问题 是 这个是他认为 他面对到美国21世纪最大的挑战者 最大的战略竞争 敌人 的一个重大海外成就 全面的挑战 如果我们从这个这个13个指标来看的话川普 这就是他第六个YES 他现在因为还有大概80天左右的时间 他在80天里面的我估计了这80天以他最近的操作你看包括他对于那个TikTok的这么的粗粗鲁 是 就这个已经大大的违反了二战的之后的全球主义当中的政商关系 就政商的那个奋计 商业归官归商业 那你今天的政治在没有任何的证据 没有任何特别理由就只是因为你是中国的而且现在是今年一月以来 我说抖音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因为抖音的已经 已经藏不住了 抖音从今年一月以后他就一直是全球下载率第一名的App 那你说那第一名怎么样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在在抖音之前 抖音之前从有App以来 从来美国从来没有失去过第一名的宝座 就是换句话说所有下载率第一名的App 甚至前五名几乎都是美国的 你一定是Facebook 你一定是Google 你一定是什么Amazon 你一定是什么雅虎 你一定是YouTube 你一定是IG 你数得出来的 你几乎标准配备的手机当中App 都是美国的 结果现在竟然出了一个 大家不认识的 抖音TikTok 他从今年一月以来每个月都是全球下载率第一名 所以呢连Facebook 他们都很紧张说这什么东西啊 YouTube也很紧张说这是什么东西 当他知道说好这是中国的抖音他们也在研究短视频怎么会红成这个样子 可是他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只好用政治手段 你知道吗 Facebook回应 Facebook做一个东西啊 叫reels 结果 怎么去称呼他呢 山寨TikTok 他他一直很想做 因为他看到 因为他跟TikTok的功能一模一样 没有错 有一点这个小差别了 然后呢 你就看到 甚至他从这个TikTok里面就连接过来的东西 底下还有TikTok的抖音 是 这个TikTok的这个标签 符号 那所以呢 其实 这个曾几何时啊 过去我们 大家可能还记得美国媒体都还会说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三寨版充斥 对不对 那这个 淘宝网上面的一些什么东西 打击这个作假 假造的东西 现在呢 最 尖端最前进的这个 Facebook 最大的这个企业之一的 也在做山寨版 嗯 山寨TikTok 当这种的 这还是媒体标的 就美国 因为 因为Facebook一直在想办法要能够压制抖音 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在看看这样的一个 Facebook他想要走进了就是说短视频市场的时候 他的范本就是抖音 因为他发现抖音上来的速度太快了 他已经是全世界唯一会威胁到Facebook 的一个社群平台 好那当你当美国企业也开始成为一只copycat 那也开始的去copy大陆的大陆的 而且因为 因为他是一个app 那个对美国特别难看 因为他他决定的年轻人的话语权 抖音最最可怕的就是他决定了年轻 而且是基本上面比较无产阶级的这些年轻人的话语权 对 这件事情对美国来讲的那个威胁性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好所以呢抖音的连他连抖音都要这样的杀你就知道美国现在的对中国的出手的是非常重的 可是我们在讲的中美之间的国力进进的撇开军军事力量不然军事点我看最近的谈了很多很多 对 中国的国力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我呦大家还真的不相信 那 最近就这两天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个报道 他是根据日本的文部审 就是教育部了 日本文部审底下有一个他的直属的机构 叫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 研究所 他是根据一个 美国很有名在全球都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机构 我们在台湾也有他的这个分支的这个公司 叫科瑞 维安 这个 所提供的他整个是做这些资料啊 制裁权啊以及这些相关的这个民调 所提供的这个数据 目前 这这两天才 发这个 这个报道 这数字很重要 中文的媒体几乎都台湾的也几乎都没有 我只看到这个经济日报 昨天有一天这个报道出来 整个整理16年到18年 三年平均的就是 这个顶尖的科学论文的发表的数量 现场数量 中国大陆目前发表的顶尖的科学论文数量占比为19.9 高于全球之冠 超越美国了 美国呢 是占 18 18.3 占第2位 OK而且这些都是依据所有的这些 有这种就是同侪这种评阅的这些这个期刊 是客观的 OK 那2016到18年中国大陆平均 每年的出版 三十万 五千九百二十七篇论文 三十万 OK 美国是28万 1487篇 德国呢一下就掉到六万 七篇 七千多篇 中国大陆在 2016到2018年这段期间的论文产量呢 比1990年到98年就差不多是十年之前 增加了18倍 比2006 到20 20年之前增加18倍 2006到2008 10年之前增加了3.6倍 比20年前增加18倍 比十内城加的增加了3.6 都很惊人 而且这三年了已经超越美国 在真正的顶尖的 不算是所有其他那些相不相关的 不是那么顶尖的 顶尖的是指这个全球都认可的 而且全球的这些学者都可以去发表的 那因此呢 大陆研 这个中国大陆研究论文的这个品质持续上升 在2017年全球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0%的论文当中 美国还领先一点点占24.7% 中国大陆被引用的这个最top的10%的占22% 不是单纯的数量而已 这个数量还只是最top的中国大陆已经超越 但是就值 这个top 他10%被引用的 大概 这个已经是紧追在后 OK 那其次呢 大概这个最 我们讲最 少的1% 美国占 29.3% 中国大陆占 22% 也相差不多 OK 那这里面 这里面 其实 尤其是 中国大陆在哪一些领域是领先 而且是领先 美国很多大陆 现在按照这个这个领域不能 在材料科学 化学 工学 计算机 数学 还有物理学 在这几个层面 其实中国大陆 领先 在量上 跟引用上 也就是量跟值 非常的基 美国呢在两个层面还是领先的 一个是临床医学 一个是基础的生命科学 各位 这个是日本文部省的研究机构依据美国的研究资料所发表的 前天 所发表的这个报告 里面所显现出来 所以你看到 TikTok的出现 不是 偶然的 是代表的过去这20年来 整个中国大陆光是在 基础的 这些工学化学物理学计算机 的这些 最 顶尖的研究的量跟值上面 都已经是 直追美国了 在量上今年已经是超越美国 OK 在取得这还只是研究论文 我们在 我在另外一本书我去年写的书叫做这个中美贸易战与这个科技战 在IP 也就是所谓的制裁权的登录上 其实中国大陆也已经超越 这个美国了 尤其是这样子华为公司 这个个别的公司 因此 TikTok不是偶然的 他的发展他的出现 是 具有商业价值 然后呢变成一个整个很短时间的推广 他是基于对AI这个的运算 然后呢取得了就是说他的这个 的市场的这种 这种连结 以及这个推广 那受到这个投资者以及使用者的这个喜爱 那类似的东西 我个人认为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在外面吗 Zoom也好啊 是 干杯也好吗 所以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可能在国际上也都已经是在日本在美国都已经有名的 你光去中大大陆你去看 非常多 大家 你可以写出来 让我们知道更清楚 但是呢 这东西不是偶然 事实上是有过去这20年 很深刻的基础的研究的论文发表跟IP跟制裁权的登陆的建构起来的一整 套体系 好当这个是中美因为这是日本的文部省的统计 而且是比较学术背景的统计 他基本反映两 两个国家在基本的 以学术为基础的技术实力上面 在的他的这个肖肖长会越来的越明显 好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从一个商业的角度来讲 你像是 像是TikTok 的这种的这种的软体 他基本上面你要扣他一个国家安全的 大帽子 那个那个时代是讲的也没有人信 他真正的关键就在于说 第一个他 他决定了年轻人话语权 这大量的年轻人的这么高 高比例的下载这么的热情的去使用使用抖音 正在在美国的美国年轻人主流社会里面 就抖音已经成为他们共同的话题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去把抖音的限制停掉 甚至强迫他要嫁给美国企业 后续如何呢 那个是政治的 操作 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一个文化面向的影响 是我觉得 我我觉得值得关注大标少讨论到的 因为 因为抖音这种东西的全球风行 使得欧美社会要去指控大陆 不自由这件事 事情 变得越来越 越困难 因为你年轻人在抖音上他几乎不受到任何限 限制 他要他要传的视频 他要表达的意见 在抖音上面几乎没有任何的限制 那因此年轻人就更没有那种觉得你说我不自由 为什么 他会出现那种困惑 就是 当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当他出国了之后 或者看了很多国外的这些视频画面 很自由的使用了之后 他没有对外头产生羡慕感 他觉得待在大陆很好 那个那个感觉其实是在政治斗争的时候 美国非常不愿意见到的 但是因为抖音这种的软体的全球的风行 对他改变了大陆的年轻人看世界的方式 我觉得也改变了美国跟国全球的年轻人 看中国 看中国年轻人的 没有错 没有错 OK 我在用中国的抖音 不只用中国的华为 我这样中国的抖音 当有一天他对中国的软体使用的越来越习惯的时候 从2007年之后 呃全全世界的就是说有关于社群软体的就分分两块 美国默默的操作一个就是说你中国的社群软体在中国国境之内虽然是最大的 可是呢中国以外的 我我就开始了全面的封锁 我他要维持全世界中国以外最大的 可是当抖音跑出来了之后的就不是 对 这种 虚拟围墙 虚拟安全墙 就不就像是川普在墨西哥边境 对对对 所设的这个安全墙 到处都 或是在以色列你看到就是他跟巴勒斯坦之间的那个安全墙 这种墙 历史上 真的是 这层出不穷 好因为这些是有形的 你现在看到的是 是虚拟的网络的虚拟之强 就我就我讲就当 当TikTok被禁掉 当WeChat被禁掉 当有一天呢 美国年轻人说当他要使用TikTok翻墙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很好笑了 翻墙这个字眼在美国当他开始要使用某一些的App他发现美国竟然没有办法下载 没办法使用我必须翻墙 我必须要买VPN 然后我付费翻墙才能够的断断续续的使用 那是不是很好笑 因为美国的山寨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了没错他们的山寨的那个那感觉差很多 不接着拿大的 如果他们有相对的